90年代神仙打架的香港 俊南美女无数 但人间只有一颗水蜜桃 她是香港玉女掌门人鼻祖 她初到纪巅峰 一部开心轨饱30年风光 为了和叶玉清一较高下 三拖点水 在情色江湖里 赢得盆满 也因此完成了 从学生情人到情色女王的完美转身 她就是号称 闲尸女王 淳玉女生代表 莉莉珍 可惜自古红颜多祸水 第一段婚姻 五个男人让她彻底自曝 最后被闺蜜戳爆的 二女示意夫丑闻 更是将她彻底击垮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66年 莉莉珍出生在香港的一个 印尼华侨家庭中 对比同期出道的其他女性 莉莉珍的家庭条件要好很多 父母经商 经济优渥 衣食无忧 不过 最大的优势还是她遗传了父母 各自的优秀基因 天生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 相貌上的优势 总是给人带来不少机会 尤其是女性 14岁那年 莉莉珍就被星探发掘 开始街拍广告 仅仅在广告镜头里露了几下脸 莉莉珍就能获得近万元的酬劳 也被业内大佬导演麦当雄注意到 于是她把莉莉珍 推荐给弟弟麦当杰 就这样 莉莉珍出演了麦当杰指导的影片 《停不了的爱》 这部剧的男主是刘德华 女主是温碧霞 从此 17岁的莉莉珍便踏上了演艺之路 同期 新一城的老板黄柏明 看中了莉莉珍身上的 清纯可人的学生魅气质 邀请她出演《开心鬼》 当时导演兼监制 黄柏明并没有对《开心鬼》 赋予太大期望 也做好了亏本的打算 毕竟是小成本之作 但是所有人都料想不到 《开心鬼》爆火了 连带着电影里的《开心少女》组的成员 也一举爆火 之后莉莉珍再接再厉 出演了《富贵逼人》系列的《来地》 《开心乐园》的阿珍 《为你钟情》的于莉珍 《鬼马飞人》的嘟嘟等等 这些角色无一例外都是 穿着校服的清纯靓丽的学生魅 也因此 莉莉珍被誉为香港学生情人 火爆香港大街小巷 1994年 也是莉莉珍出道的第十年 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从学生情人 向性感女神转型 这一年 外表乖巧的莉莉珍 豪爽地和公司签下了两套写真集 三部风月篇的合约 她在合约上签字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她此后备受争议的命运 那个年代 风月热潮席卷了整个香港 不少女星跃跃欲试 期盼一托成名 邱书珍 温红 钟丽提 徐若轩都曾下海过 王金还说过 那个年代你不拍风月篇 根本没得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莉莉珍的风月之路 注定顺风顺水 一部蜜桃成熟时 让莉莉珍成功出圈 这部电影在当时有多轰动 拿下了1200万的票房 各大影院争相播放 口碑和流量兼具 毫不夸张地说 这部电影见证了香港风月片 最繁荣的时代 是一代人的经典回忆 电影上映的时候 莉莉珍内心是忐忑的 她害怕大众的反应 直到高志森告诉她票房 她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电影火了 这个世界上多了一颗人间水蜜桃 清纯 欲望 厌世 迷离 这些元素在莉莉珍身上 既矛盾又毫无违和感 接着 莉莉珍以 115万港币的片酬 又拍了两部 《爱的精灵》和《不扭扣的女孩》 三部风月片 把莉莉珍推上神坛 她开创了 《风月女星》的新纪元 不仅如此 她的写真集更是抢购一空 以6万本的销量 打破了写真集的销售记录 要知道 当时销量最好的 也不过是1万本 当然 这本写真集的尺度很大 春光乍现都说含蓄了 拍这本写真集 莉莉珍准备了一个月 游泳 跑步 转呼拉圈 为的就是让自己的身材 更完美一点 多年后 莉莉珍提到这本写真集 依然很骄傲 我是十大写真集之一 之前第一名是公泽李慧 如果莉莉珍在 《风月女郎》的路上 继续走下去 她还能再登上一个高峰 然而 就在她最红的时候 她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拍完《不扭扣的女孩》 她开始转战歌坛 90年代的香港乐坛 是神仙打架 前有四大天王 后有林一连 叶倩文 王妃这样的宝藏歌手 莉莉珍想要在其中 分一杯羹 根本不可能 她推出的第一张国语唱片 纯真 销量惨淡 急急无名 本以为莉莉珍 会就此淡出娱乐圈 彻底上岸 不再招惹《风月片》之时 没想到 1996年 王金开出400万片酬 邀请莉莉珍出演 《玉仆团之玉女心经》 但拒绝不了巨额片酬 这一年 是舒奇步入娱乐圈的第二年 在莉莉珍忙着唱片的时候 她饰演了一部风月片 《灵雨肉》 为自己的演艺事业 杀出了一条血路 《玉仆团之玉女心经》 相当成功 最惊艳的依然是莉莉珍 虽然莉莉珍比舒奇大十岁 但她身上的那种纯雨欲 依然是观众最爱 这部电影过后 莉莉珍彻底取代了 叶玉清在风月片中的地位 但是她开始淡出娱乐圈 接棒的是舒奇 三年后 莉莉珍再度复出 出演电影《千言万语》 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这是她入行的 第二十年的高光时刻 也是她演艺路上 最后一抹光亮 那个年代 燕心的出路无非是两种 一种是靠实力洗白 一种是靠婚姻繁身 奈何 莉莉珍没有舒奇的野心 也没有叶玉清的运气 她的风月往事 要比她演过的影视剧 要狗血的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迪波拉和谢贤打得火热 生下了谢听风 这一家子 时常是娱乐新闻的头条 当时的李莉珍 差点成为了谢听风的舅妈 迪波拉的弟弟 博德烈 是李莉珍的初恋 同时香港小虎队 吴卫康 林丽 孙明光 通过新秀歌唱比赛 走进观众视野 这一年 林丽才17岁 李莉珍和博德烈 谈着恋爱 又看上了林丽 转身投入她的怀抱 李莉珍和林丽在一起后 又想起博德烈的好 随分手 和她复合 林丽成这段三角恋的炮灰 还有传闻说 林丽曾经为李莉珍自杀过 1986年 李莉珍在拍摄恋爱的季节时 又爱上了潘元良 潘元良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 比李莉珍大七岁 没想到 两人的相遇 竟然上演了30年的爱恨情仇 彼时的潘元良有家事 却频繁向李莉珍示爱 这段感情纠缠了几年 潘元良没离婚 李莉珍绝望了 更让她绝望的是 被媒体指责 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李莉珍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毅然决然离开了 但她身边从来不缺少男人 她转身就和许愿结婚了 然而这并不是 潘元良和李莉珍故事的终点 先来看看 许愿和李莉珍的婚姻 许愿是谁 她是香港著名的明星导师 林一连 张学友 郭富城 都是她的学生 当时李莉珍派完《玉女心经》 一心淡出娱乐圈 就是因为要和许愿结婚 这段感情被称为美女配野兽 两年后 李莉珍生下了女儿 四年后 两人离婚 关于离婚的原因 外界也有诸多传言 有人说 是因为许愿投资失败 要李莉珍替付还债 也有人说 是因为许愿风流性格不改 这段婚姻结束后 李莉珍和著名编舞师林清风在一起 后来 李莉珍才发现对方是个渣男 脚踏几条船 才被爆出 李莉珍暴打林清风 离婚 失恋 事业转型期 这些都成了压死李莉珍的稻草 那一年 她留下了六封遗书 想跳楼自杀 她的闺蜜李静廷 把她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又把她推向深渊 2004年 是李莉珍最灰暗的一年 李静廷突然和媒体爆料 李莉珍和她夫妇三人行 要知道 当时李静廷的丈夫 马桂灿 是明星的御用的发行师 这个爆料一出 整个香港都轰动了 马桂灿否认李静廷的三人行的说法 却承认爱上李莉珍 更戏剧的是 不久后 李静廷却站出来道歉 表示这一切都是自己捏造的 本以为风波到此为止 没想到 李静廷却把自己捏造的故事 写成了一本真人真事 书里面的故事尺度大到可怕 一周做52次 家中经常举办性爱派对 沉迷药物之后 李莉珍会请求三人同睡一床 大搞三人游戏 甚至有几次 马桂灿九岁的儿子也在一旁观战 这件事毁掉了三个人 李莉珍的形象大跌 昔日荣光不复 马桂灿的发型工作室直接关门 李静廷的模特事业也瞬间崩塌 三个人的结局也令人唏嘘 2010年 李静廷中风离世 兜兜转转到了2007年 李莉珍和潘元良复合 这时候 李莉珍已经41岁了 她经历过风月片 离婚 失恋 丑闻 已经不再是20年前 一个清纯可人的小姑娘了 这一次潘元良终于单身了 可以大大方方地牵着李莉珍的手 大家都以为 这对旧情人能有个圆满的结局了 2016年 潘元良和李莉珍说 我走了 就再也没有回来 两年后 潘元良为比自己小17岁的小娇妻 披上了婚纱 提到李莉珍 这个男人说 将如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李莉珍在新闻上 看到潘元良的婚讯 久久说不出话来 1996年 香港一本电视周刊采访李莉珍 记者问她 如果可以实现三个愿望 会寻哪三个 李莉珍憧憬地回答 第一 永远开心 第二 每个人都比以前更好更开心 第三 有一个我好喜欢 她也同样好喜欢我的人 毫无疑问 普通人柴米油盐 吵吵闹闹的日子 是李莉珍最渴望的 可她终究没能如愿 美人迟暮 过往的一切 历历在目 可一切都回不去了 2011年3月13号 香港最后一家颜色影院 关门结业 里面的陈设很快被搬空 只留下惨白的墙面 那些香艳的海报和标语 早已不见踪影 这一年 业余青靠投资 已经有了近百亿的身家 这一年 舒奇已经穿上了之前 脱掉的衣服 获得金马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这一年 李莉珍在家庭伦理剧中 当配角 后来 李莉珍被抑郁症困扰 直到兰杰英离世 她突然顿武 再走不出来 就是等死 或不想死 多年后 李莉珍直言 当然不会 如果当年没有那个决定 那今天 我也不会坐在这里 至此 人间水迷桃的故事 终是随风而去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这段辉煌时期 涌现出许多 惊艳了时光的女明星 可能像林青霞 王祖贤 张曼玉如此地位的 可谓是少之又少 毕竟那时候的女星 最不缺的就是美貌 即便当花瓶 都需要奋力一搏 而且那时候 香港几大影视公司 内卷严重 为了票房 造星花样百出 除了经典港片外 也随之出了很多 低廉的风月片 因为成本低 回报高 导致有不少女星 或为了成名 或为了片酬 在镜头前清解罗长 留下了艳丽的一幕幕 所谓一失足 成千古恨 有的风月女星 从此陷入泥潭 无法自拔 当然也有的逆流而上 成功翻身 不过这都是少数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上世纪的五大港片 风月艳星 他们的经历 也正是港圈 兴衰巨变的缩影 第五名 杨思敏 歌如影退卖拉面 杨思敏原名 神乃马美 1976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 后到中国台湾发展 并定居于台北县淡水镇 当年的杨思敏 被誉为亚洲第一美兄 那一对雪白饱满 柔软交挺的俗兄 令无数男人疯狂着迷 尤其和单立文 合作拍摄的金平梅 直接被王金断言 他就是现实版的潘金莲 玉锦 香奸 苏兄 举间见他朱唇微动 风夹泛起晕红 他心若微蓝 不敢逼世 快速转身 门缝外的男人 早已心仰难耐 差一点就要破门而入 可导演一声 咔 打断了现场所有人的遗泥 而那没紧锁 眼情泪 楚楚动人的哀怨美人 已经患上一副 笑意盈盈的面孔 可惜后来因患乳癌 因为肿瘤开刀 胸部缩小 手术后 尚未由34D 变为32B 后来虽然又演了 很多大尺度的影片 但早已不复往日荣光 最后 杨思敏开始慢慢淡出了演艺圈 据悉 他开了一家拉面馆 也嫁为人妻 过起频繁的小日子 第四名 李立真 至今人单身 李立真15岁 在街上被星探 发掘拍摄广告 之后又参与 黄百民的 开心鬼系列 正式窜红 火速成为 当时广受欢迎的 学生情人 不过 可能是天生娃娃脸的关系 李立真的戏路很受限 没过多久 就陷入半红不黑的 尴尬状况 直到后来 在著名导演 高志森的鼓励下 他才决心以脱出位 连续拍了 《蜜桃成熟时》 《爱的精灵》 和《不扭扣的女孩》 三部风月片 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李立真长得好 身材也好 浑身散发一股 自然大方 清新健康气息 加倍挑逗 男性观众的 感官情欲 随即造成轰动 原本打算 见好就收的他 终是难敌 金钱诱惑 在王金 四百万篇酬引诱下 年过三十的李立真 再度接演 古装风月片 《玉不团之玉女心经》 与当时年仅 二十岁的舒淇 同场标系 却一点也不落于其后 李立真 迅速扬名整个东南亚 成为无数男性 心中的性感女神 可惜恋爱脑的她 为爱闪婚 很快两人生下一个女儿 但这却没让她的生活变好 两千年 徐愿和李立真离婚了 至此 她开始放飞自我的生活 烂桃花成群结队而来 她好坏不分 全盘享用 甚至不惜睡闺蜜老公 三人还不嫌丢人地 上演了一场 二女共事一夫的戏码 真是毁三观 不仅把淳于女神的滤镜打碎 也让自己的事业跌至谷底 2008年 再次爱情上脑的李立真 又与潘元良走到了一起 两人分分合合 先后分合了四次 直到2016年 两人彻底分手 2018年 潘元良娶了小自己 17岁的新欢 而李立真 岁月老去 什么都没有留下 徒留异地伤悲 第三名 叶玉清 嫁入豪门 成阔泰 一般来说 去拍风月片的女星 多是家境贫寒 带着苦情色彩的 但是叶玉清却不然 她家境优越 父亲是一位商人 事业有成 家里是一个大家族 有十个哥哥姐姐 排行最小的叶玉清 从小就很受宠 或许也正是因此造就了她的任性 1991年 叶玉清在参加完亚洲小姐后 接拍了周刊的拍摄 因为拍摄尺度太大 封面还是漏两点的 所以在娱乐圈迅速引起轰动 她也因此迈进艳新的行列 童年依靠着一拖成名的热度 她再接再厉 接拍了三部风月片 分别是《情不自禁》 《我为轻狂》 《亲本佳人》 同时 她的人气再次被推上了巅峰 随后 很多人都看中了她的名气 于是邀请她登台现唱 她也来者不惧 马上学起了唱歌 还签约了各个叶志明的唱片公司 脱离了电视台的控制 就这样 叶玉清在凭借着风月片《成名》后 迅速完成了转型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 歌影双亲女明星 1996年 在经历了前面几位男友的洗礼后 叶玉清与相识不足一年的 美国华语商人胡兆明结了婚 从此退出了娱乐圈 当时很多人都感到疑惑 觉得叶玉清的选择太过草率了 结果 叶玉清用实际行动证明 自己的抉择是正确的 婚后叶玉清的丈夫积极投资 短短几年之内 两人的身价暴涨 先后买下了四架私人飞机 据说身价有八十亿港元 从一名燕心到豪门阔泰 叶玉清的每一步棋都非常有目的性 她也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正因如此 她才能过得如此幸福 第二名 叶子梅 很难有同居半生 上世纪的香港双叶 除了叶玉清 另一位就是叶子梅了 不同于叶玉清 叶子梅出生在一户很普通的家庭 全家依靠父亲的工作维持生计 不过虽然清贫 但却不至于饿肚子 还算有口饭吃 小时候的叶子梅不喜欢读书 就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所以高中毕业后 她就不读书 开始找工作了 兜兜转转 叶子梅打了几份工都做不下去 1984年 她报考了亚洲电视第三期议员训练班 叶子梅是喜欢这种充满光环的工作的 所以凭着一腔热情 她顺利签约亚视 正式踏入演艺圈 1989年 叶子梅被蔡兰发掘主演《聊斋》 票房上千万 叶子梅也因此一战成名 接着几年 叶子梅演了好几年的风月片 直到1992年 她遇到了脊椎医科专家吕希赵 当时吕希赵离婚 还带着一个儿子 但叶子梅牢牢把握住了她 许是在圈内混久了累了 认识吕希赵后 叶子梅渐淡出演艺圈 1997年 两人宣布分手 没多久又宣布复合 而两人后面走到一起 也没有领结婚证 更没有生儿育女 2018年11月 吕希赵在去美国的飞机上 突发心脏病去世 留下叶子梅一人 而近年来 港媒也拍过叶子梅的生活照 年过半百的她走在路上 如果不说这是叶子梅 还真没有人能认出来 第一名 舒奇 转型最成功的三级女星 舒奇原名林立慧 1976年 出生在台湾省的一个贫困家庭 从小叛逆 抽烟喝酒烫头 谈恋爱的她 根本不受教 从16岁起 舒奇就开始到处打工 直到有一天 她被星团发现 进入了演艺圈 后被经纪人忽悠 不满18岁 就拍摄了18镜写真 一炮而红 1996年 在台湾已是小有名气的舒奇 决定来香港发展 随后一下子 就被王金看上了 随后 她出演了由王金导演的电影 《玉仆团之玉女心经》 使其名声大噪 成为新一任玉女掌门人 同年 她又与张国荣 莫文蔚等人 连昧出演剧情片《色情男女》 在其中饰演 为求尚未而宽衣解代的模特 孟娇 凭借着该角色 她获得了第16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 及最佳新演员奖 可以说 舒奇的成名 与风月片是紧密相连的 息息相关的 1997年 在和冯德伦拍摄 《美少年之恋》的两人 传出绯闻 眼看着拍风月片 让自己的人气越来越高 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但此时的舒奇 志向远不在此 她知道 是时候该让自己转型了 要不然 就要毁在情色片 这个人设上了 于是 她开始不再接拍这类的电影 而是转为 规规矩矩的剧本 从那以后 她开始主演 《中华英雄》 《绝色神偷》 《千禧漫波之强威的名字》 等知名电影 凭借着《千禧漫波之强威的名字》 这部电影 她还获得了第二届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最佳女演员提名 同年6月 舒奇成为 美国时代周刊 亚洲版封面人物 至此 她的转型之路完成 她也是在 众多风月女星里 转型最成功的一位女明星 2005年 《最好的时光》 让舒奇成功获得 第42届 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女主角奖 2016年 成为影后的舒奇 更是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她与冯德伦的绯闻 成为现实 并通过 环雅宣传总监的微博 发布了结婚的消息 如今 对于45岁的舒奇来讲 曾经那段不堪的往事 早已随风而去 就像她说的那样 丢掉的衣服 我要一件件的 都给捡起来 是的 她做到了 当初之所以去拍电影 那是因为要生存下去 现在之所以什么都有 那是因为足够努力 没人愿意活在过去 人永远都要向前看 只有这样 才配有更好的生活 对比其他吸引 嫁富豪的女性来说 舒奇绝对是独一份的存在 她仿佛天生 就是为演戏而生的 这不仅得益于 当年挖掘她的伯乐 更是在于 她自己的及时醒悟和坚硬 否则我们可能 也根本没有机会 看到如此多的佳作 毕竟90年代的香港 风起云涌 各路美人帅哥 齐聚一堂 难分伯仲 有人拼背景 有人拼演技 有人拼肉香 在那个年代 最不缺的 或者说最不值钱的 就是美貌 这些美人 成也美艳 败也美艳 千娇百妹下 也藏着一颗身不由己的心 毕竟那时候的内卷 拼的可全都是硬实力 哪像现在假脸扎堆 迷人眼呢 试问 看了这么多 风月女星的现状和结局 你对谁印象最深 又对谁感到惋惜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